35岁大陆男星高云祥因演出《芈月船》的疫渠王毅角人气暴涨 熟料演艺事业正热 竟爆出他与制作人王晶在澳洲涉嫌性侵一名36岁华裔女子 日前曝光的当事人证词显示 受害女子先后在浴室跪着帮高云祥和王晶口交 而两人也在房间与受害者发生多次性关系 今17日传出该名女子因有家事 不堪外界压力有意与高云祥和解 前提是高云祥必须付给他1000万澳币约2.3亿元台币的和解金 据一周刊引述澳洲华人报道 这名被害女子是未已婚妇女 请审时高云祥律师拿出他与王晶亲密的监视器画面 该名女子似乎有感案件发展对自己不利 加上无法承受亲友对他出轨女的指责 便提出与高云祥和解的意愿 希望将案件转为单纯的民事赔偿 让事件早早落幕 但高云祥如接受被害女子的和解条件 等同承认性侵仪式 崩毁的形象让他更难重返演一圈 此外 先前才刚缴清300万澳币约6800万台币的保释金 如连同在澳洲妻女的生活 租屋费以及电子矫疗的费用 高云祥粗估至少还要花费8000万台币 他愿不愿意支付该笔天价和解金 变数还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